你们俩那时候是哪年拍的 15波的14拍的 14年到现在 这是9年的时间了 你们俩对当时扮演的那个角色 现在的理解和那个时候的理解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 现在理解确实是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我觉得说 那是一份美好 就应该保留在哪儿 就是说现在理解成什么样 其实不用去细究了 当时的理解就是对的 因为当时八九年前 那个状态演出来的那个当下 我觉得就是小说里那个样子 我看那个何眼神肖默网友剪辑 你们里面的情感戏 包括吻戏好多啊 其实真的不多 不多吗 真的不多 但是就是记忆点非常深 你们是专门设计过 没有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吻戏 每一场都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这个 所以让观众留下印象深刻 我现在虽然就过了这么久 但我记得可能就三次而已 我印象当中 三次是肯定不止的 三次是肯定不止的 包括NG 没有 我们没有NG 这方面呢 就是 极力不好 拍戏经验很强 就是说我们吻戏是没有NG的 开拍之前你们会讨论吗 如果这种 我们不会讨论怎么吻 那讨论什么呢 我们是会把词都顺得很好 就是说 自然而然的 非常熟 顾曼小说里面 它会描写比较细致 比方说有一场戏 楼梯间你记得吗 记得 她是看到我跟别人相亲回来 然后她愤怒嫉妒 然后夹杂在一起 混着一种情绪 然后那是一场吻戏 那个戏呢 其实很难演 在演之前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演好 但是那个 其实是无法设计的 如果设计 其实没有那么自然 但是我们对这个小说 是非常了解的 包括剧本 然后我们就把大支的位置 拍摄区域表演区设定了一下 就开始了 我不知道她怎么演 她也不知道我怎么演 就完全就是当下 根据互动 然后最真实的反应 然后就一条过了 对 而且其实拍那个戏的时候 我们并不熟 是刚开机不久 一个礼拜内好像是什么 我们很多吻戏都是不熟的时候 你不要看里面好像很甜 我们根本不熟 就是那个时候 大家还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 你怎么解决这种 就是 我没有解决 就是真实 直接上来就拍了 真实就好了 哎 熟才要笑场 熟才拍不了这种戏 那倒是 对 我们表演的时候还是比较默契 嗯 你们你们隔了这么久 还记得当时那个合作的 没有吻戏 嗯 那五零外传那里头没有 对 没有 我跟白展堂是没有吻戏 他俩更不可能有吻戏 在五零外传里面 你说起接吻戏 这个事情 我倒是想起 还一个接吻戏 我当时跟白雨 我们俩拍那个 架暖洋洋的一场接吻戏 因为 小白也比我小啊 还总是有一种 跟这个前辈拍戏的这个隔阂 但我们俩是演一队恋人嘛 上来有一场就是非常的 激烈的 激烈的吻戏 拍第一条的时候呢 其实他不敢 他会觉得可能 冒犯 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小白 是很客气的 就是 就点了一下 我能理解他的那个 他肯定是怕冒犯 他因为他很很尊重你嘛 但是你知道 其实拍接吻戏 如果两个人是假的 很容易受伤 所以我们当时拍第一条完以后 因为是假的 反而 就是用牙齿把我的嘴 就整个磕肿 没配合好 后来我说 小白 就是你不用这么客气 你再客气看我嘴 你太客气了 所以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然后很多的接吻戏 就是上升到一个 可能对演员道德上的 一个工具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有的时候过于激情 大家就会一针一针地看 就说你看他这趁机怎么怎么 对 按理说这个在演员的专业层面上 因为你那么近的一个大特写的距离 越过于越 对 尤其现在大家喜欢竹针讲解 就是竹针 竹针讲解 就像以前都说 你别针打 你那个巴掌不针打 对 针打巴掌一样 我针打 针打根本 对 更痛 对 因为我要打很多次才像 还不如一次起发上过了 就完事了 是的 是的 是这样 是这样 真的是没 这样